高中班主任的女儿为了还我钱 竟然瞒着我在饭店打工 别说 来姐夫 你就抓紧回家就玩事了 姐夫 你别让你姐看着你了 事我解决就玩事了 你出去啊 哎 你好了吧 那个 我跟你打上个事 刚才那个进去那边那个小姑娘 来你这儿多少钱了 你是谁啊 我 我是她亲哥 就是跟家里吵架了 玩出来是小孩的嘛 不懂事 那我不能跟你说这个事 是 你自己问他吧 你是这儿老板吗 我这里有那个 这干嘛呀 不是 这里有那个五千块钱 然后你先留着一千块钱跟你办卡 然后那个四千我想想着 我看看是以什么方法 然后把这个钱给他 然后多个人挣点 我想想着然后我再来找你 我看这四千总给他 要不然就直接给他太假了 然后那个你也别跟他说我来找他 来 那个 他晚上见下班了 得挺晚 就是现在得九十点吧 有种客人走 大概九十点钟吧 那你就别说我来找他了 行 那麻烦你了 没事 你进来干啥你 你要回家吧 我跟着等他一下吧 你得等几点啊 我说九十点钟啊 所以快了 你先回去吧 明白爱没有任何与缘情 是你不该服从 发光清除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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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 你不该服从 你不该服从 你不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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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我闺人家上网呢 上网呢 跟你闺人家 玩啥呢 我俩就玩点小游戏 双人的 小时候玩的 好 吃饭吗 行了 我 我俩一会儿准备出去 下楼吃烤肉呢 烤肉 行了 那我先玩电脑了 那你接着吃饭 吃烤肉去啊 一会儿去吃烤肉 好 好了 我先回忆兵腐 我再尽口 开拓 请喽 请喽 早看 请喽 来 请喽 请 你不说在你闺蜜家玩游戏一会儿要吃烤肉吗 是就是那个逗你玩 我想吃烤肉 你闺蜜不赖的话 咱去吃啊